除了未安的问题 马总统在今天上午 出席警专学校66周年校庆的时候 也提到两岸与这个治安的关系 因为他再度提到了近年来 诈骗案件大幅的下降 他说除了是警方努力之外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两岸的关系改善了 所以让台湾的警方可以跨海 甚至跨国办案 一整排的未来警察 列队欢迎马总统 虽然前一天的造势网会附近 发现未爆弹 造成虚惊一场 不过今天到警专出席 66周年的校庆 现场到处都是警察 四周随乎的警戒也更森严 安全保证没问题 他赶紧利用机会 宣传两岸关系改善的好处 一下子诈骗案 以案件来讲几乎少了一半 以金额来讲几乎减少了四分之三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警政署 搭上两岸改善关系的辩车 在民国98年跟大陆签订了两岸 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就连警专校庆谈的也是两岸关系 两岸政策逐渐成为大选蓝绿工房的焦点 不过绿营的苏嘉全主动公布全家的财产 并要求马吴也要照办 马总统愿不愿意跟进 总统会公布全家的财产吗 要不要公布子女的财产 马总统微笑不答 不过随着选战慢慢夹温 政府总统候选人的财产 势必在民众的要求下 全部得摊在阳光下 民事新闻超迷成为于SNG小组台北